各位大家好,我是桑普,很歡迎大家收看這個頻道 今天早上是一個大批鬥的開始 大拘捕的一個不是開始,應該是大拘捕的另一站 也是一個新高紀錄,超過53個人被捕 涉嫌他們說是因為參與過去年7月戴耀廷提出的初選計劃 就是當時才初選到一批人,之後再參與9月的立法會選舉 後來當然被取消了,說疫情關係等等的事情 我只想跟大家說,這一場的風暴我覺得很心痛 53個人當中有很多人我自己親身認識 這些人參與這個初選是怎樣?成為候選人 成為了之後可能是所謂的民間公投的一個當選人 有些更好笑,例如林景楠,一個阿普泰的新闻白貨的老闆 例如李芝蓉,Jeffrey Andrews,就是安德里 他們怎樣同意攬炒?他們怎樣顛覆國家政權? 第一,他們從來都沒有說過反共的事情 你自己看所有選舉、所有辯論,沒有說過這件事 他們參與這個運動,就等於支持戴耀廷的攬炒計劃 各位,你用戴耀萍做一個活標靶去打 然後將他循善所有的人都當成一個活靶去打 已經去到一種荒謬的地步 從來沒有同意過 那些人從來沒有簽署過要同意攬炒 我先不說攬炒這件事是不是合法?當然是合法 有什麼違法可言呢? 但這個事實就是告訴大家 現在今天的地步是什麼呢? 有些人就說,為了去嚇了那些人不去參與 未來九月可能會舉辦的立法會選舉 第一,這個是垃圾的說法 誰人說這些東西肯定對政治不認識 民主派的人士、本土派的人士 都已經不想再選這個垃圾選舉了 不想選,何來阻嚇我們去選呢? 第二,就是說這個選舉是不是選? 根本已經是其次了 重要就是清洗,什麼叫清洗? 拘捕了他們坐牢 就把所有這些民主派 泛民的或者本土的頭面人物 拘捕了坐牢 本土的馮達津、黃伯宇等人 泛民的,由黃碧雲,一直到Alvin Yeun 是吧? 楊岳橋、胡志偉 甚至是絕大部分參與過這個選舉的人 主要加控黃之鋒這條罪 顛覆國家政權 我想問一下大家的邏輯問題 如果參與初選成為候選人 這樣參與初選 都可以成為顛覆國家政權的證據 那這班人贏了之後去參與正式選舉 為何不會成為顛覆國家政權的證據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如果參與初選本身是錯的 參與正式的選舉本身也是錯的 很簡單 所有參與過這麼久的選舉的人 都被捕光了 是吧? 那你不用顛覆的 你不用國安法 可能以前的法律 煽動、煽惑 都被捕光了 這些是甚麼政治? 暴政 苛政猛於虎 好,你說不是 是因為攬炒 會問你捕這53個 誰孫免口頭同意攬炒的呢? 你說不是 是那些人希望林鄭月娥下頭 我告訴你大部分的人 都沒有呼籲過林鄭月娥下台的 因為我們五大訴求 沒有林鄭月娥下台的嘛 所以就說 甚麼原因呢? 他不是跟你講道理 我們都不需要跟共產黨、港共政權、警察、垃圾的講道理 他們的理由就更簡單 就是視你為敵人 無論你今天是和理非 無論你是擁武 無論你是所謂有些肢體衝突的 還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 和理非非的照拉的人 各位,今天已經去到一種 香港人已經是急存亡的時刻 不只是參選人 你投票給他的人 你是不是在參與顛覆國家政權呢? 大家就害怕了 中庭耀馬上出來被人抓 中庭耀也被人抓 中庭耀被人抓之後 大家就說 我60萬以上的選民的資料 全部都被消毀了 安大家心 各位 我告訴大家 這件事會形成一個寒蟬效應 我先不說警察可否trace 我都不知道 但可以告訴大家 一個寒蟬效應 你參選候選有罪 難道投票就沒有罪嗎? 如果這件事繼續顛覆國家政權 參與什麼 戴耀廷的攬炒十部曲的話 那我們所有投票的人 是不是也有罪呢? 誰投票 誰不投票 現在開始了 不說了 怕公司的人 旁邊的朋友 督背脊 二五仔 告密 這種文化 不是極度的恐慌政治 白色恐怖 紅色恐怖 還有有一種 這樣的寒蟬效應 去治理香港 這個不是治理 是管治 不是管治 是統治香港 制服香港 純服香港人 改造香港人 他打這些民主派的人士 告訴大家 以後你們不用玩 政治上不用玩 沒有角色 而且要從他們通通拉光 這種做法 其實是當時中國大陸 對所有 在中國大陸的所謂的 民主黨派人士 全部都是這樣的 是劃遲劃早 當年 1957年 先有反右運動 先有明方運動 但之前又反胡鋒 1955年 又反胡鋒 然後1957年 又有所謂的反右運動 目的 對準什麼 知識分子 之前三反 五反 對準是什麼 工商企業家 還有公務員 今天 其實就是一網打盡所有的人士 其實可以再推前一點 所以我在其他節目都說過 2020年的香港 就相當於1949年的中國 被解放了 被共產了 被赤化了 2021年的香港 是相當於什麼 加上大家認識 是相當於1950年的中國 有什麼紀錄 鎮壓反革命 土改 尤其是鎮壓反革命 換言之 只要視你 有敵人 我沒有理會 這個反革命 是否對與錯 當時 一個全村 有捉人的指標 殺人指標 全村要殺千分之幾 或百分之幾的人 就是每千人要殺幾個 目的是什麼 震懾作用 這個震懾作用 和寒蟬效應 就是他要的東西 你怕不怕 今天就說好 你不用怕 在台灣 我怕香港 是 所以我覺得你很勇敢 我只是告訴大家 一件事 這個韓蟬效應 是會越來越重 你看看中國的歷史 195051年做了些什麼事 封關 封了中國深圳 去到香港的一條邊境 這件事大家知道 結果劇本已經寫好了 你跟我說 不要緊的 有很多民主派的支持者跟我說 桑普你不要這麼悲觀的 希望在明天 只要我們守得住 我們就搞定了 頂住 撐住 有我在這裡 不怕 你是不是人肉炸彈 你是什麼 太陽 星星月亮太陽 各位 講一些話 除了感性的感照之外 都要講一下 是否合理 你怎樣撐住 沒有槍沒有炮 他連三寸不爛之時 他撐住 就撐不住了 好了 你跟外國人接觸 直接勾結 抓住你 好了 外國人是不是幫倒忙 就是幫倒轉倒忙 很簡單 你看看 最近拜登 他以為自己當選 因為一月六才決定 很簡單 他指定的國務卿 布林肯 Anthony Blinken 粗粗地講一句 在台灣陸委會發言之後才講 他就說 美國會支持香港的民主 美國會譴責中國的措施 不斷 不斷 我覺得 這些行為藝術 很多香港人這樣 拍掌拍掌 各位 If that's the only thing 這句比你不講 更有個卑鄙 不講 都會逼你講 你講了 逼不到你講 還有講完之後 and then 這個就是問題 等於香港人不出色 人家煽動見譜 國家政權 勾結外國世界 對不對 所以現在的情況 就是很卑鄙 我們現在去到這個位置 我們會很珍惜現在擁有的一切 但我們更加會是知道 現在的情勢不容樂觀 我認為 現在面臨的道理就是什麼呢 傳媒會被整治 現在看到《蘋果日報》 看到這個《立場新聞》 看到獨立媒體 一個二個淪陷 淪陷的結果是什麼呢 就是一波一波 先是這些民主派的主流媒體 之後就是什麼呢 網台 YouTube Channel的 所謂KOL 一個二個這樣尖皮擦骨 It is all amount of time 是時間問題 我自己覺得 《蘋果日報》 我一定會擦 為什麼 因為我不擦 我對不起自己 對不起黎智英先生 他這麼仗義地 寧願在香港坐牢 寧願坐牢 都不會去投降 不會跪 他沒有跪到 我們希望在外面的香港更加不要跪 做多些有益有建設性的事情 不是只是搞行為藝術 不是只是搞Line Banner 不是只是搞奏音樂 而是要做一些深耕細作的事情 是要做一些促進到聯合抗中政治論述方面的事情 這一點是需要的 最要做好 社會安全 怎樣做 如何做 哪個做 哪裏做 各人自己的決定 還有做不做 各人自己的決定 但可以肯定地告訴大家 現在的形勢 是在外的人可以做到更加多 在外的人走遲 當年台灣白色恐怖最嚴峻的時期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時期 漫山不去一驅崩 接著去到七十年代 七七年中益事件 接著觸發到橋頭的運動橋頭事件 接著有美帝島的事件 一波波這樣來 之後才慢慢開放 慢慢開放是被民間的實力 和美國和中華民國台灣當時的關係所決定 香港現在沒有 那種美國和當年的中華民國台灣的關係 這樣的一個前提條件 他是共產黨的禁聯 他是人質 所以我這樣說 在這個時間 他在1月6日之前 捉了一大堆人 我用六個大字形容 叫做超級人質外交 超級人質外交就是什麼呢 你拜登是不是當初不知道 然後你們看選舉人 究竟認證誰不認證誰呢 1月6日是鐵鐘 好 趁你病拿你命 趁你忙於內憎的時候 而這個內憎 其實在特朗普的陣營我覺得很正當的 不過問題就是說這個選舉武器制度的問題 還有這個最最後就是觀念秩序的問題相當棘手 先不說這件事 首先就是面對這個情況 趁美國病 拿美國命 先納牌 即是趁兩個賭著 shohan的時候 趁美國去廁所的時候 在台面納一大堆籌碼回來 這個就是超級人質外交 就將所有他逮捕的53人 甚至之後會逮捕的區議員 區議員的助理 現任被拘捕的區議員的助理 現任被拘捕的政黨人物的助手 現任被拘捕的社團人物的助手 這個人顯現了一個極大的恐慌 甚至會有一波 我認為有一波條港潮 在這樣的大陸的教育之下 你可以怎樣 你必須什麼東西 大家有沒有看過 鄧扣黑大撤退 大家知道了 這個鄧扣黑大撤退是很感人 一殺馬的決定 決定了你未來的命運 我希望大家明白這個說法 當然 我不是鼓勵你們同運 你可以選擇不來台灣 你可以選擇留在香港 可以去其他國家 自由決定 大家知道 如果你說 算了 我可以星斗市民 沒有關係的 錢就照樣賺 賺不了多久 外資慢慢撤 高薪厚積慢慢沒有 之後 另外香港和上海北京沒有分別 看到中國經濟沉良的時候 人工越出越少 又失業 又要割韭菜 又要共產你的資產 你會發覺 為時已晚 我只希望 為時未晚之前 大家聽聽我這句說話有什麼意思 到了你被人抓的時候 你想回我現在說這句說話 或者沒有被人抓 到時候折導的時候 我不希望你折導 我希望你走 你說你走 去台灣嗎 不是 你可以去任何自由的地方 OK 但是你去其他地方 我希望你自己做個權責 你說 有些人想留在這個地方 整輩子都在這個地方 根就是這個地方 我最近在蘋果日報寫了一篇新生活 很多的反饋 就是在富刊專欄 我就說 胡適講過 哪裏有自由 哪裏就是我的故鄉 你說什麼是故鄉 很簡單 你想一想 一個邏輯問題 你說 某個地方 某個城鎮 是我的故鄉 大哥 那你的祖先的祖先的祖先 又是住在那個地方 你哪裏是stop了那個位置 中國絕大部份的族譜 都是造假的 中國絕大部份的直觀 都是一種神話來的 Why you stick to 這種所謂鄉土的觀念 如果你想像上帝 絕對沒有這些觀念存在 OK 這個是觀念秩序的一個不同問題 小小的東西 有很多事 好 去到這個位置 你要發覺到 好多人 繼續是沉潛在心裏面 其實很擔心 會不會有一天 會大爆發 你想想 已經忍了多久 忍了超過半年時間 國安法到現在 是超過半年的時間 這個半年時間 大家一起想 但是抗爭的聲火 會滅滅過嗎 好多的民意調查 發現到 87%的中學生 不信任林鄭月娥 不信任政府 我的問題就是 太少了 怎麽只有13%信 然後有很多網友 就說 不是啊 新移民 我都算了 他們在這個地方讀書 不是讀一年 可能是讀一段時間 竟然有13%信任林鄭月娥 我覺得 是不是腦筋有問題呢 很簡單而已 現在的情況就是 共產黨要在各個方面 新聞媒體 記者 評論人 好了 政界由立法會議員 區議員 和他們助理他們的政黨 他們的副裁的一些 團體 社團組織 一路去到教育街 老師 學生 校長 大專院 中學 小學 教材 課程 一路去到公務員的宣誓 一路去到全社會的賣馬齊任 鼓勵大家睹灰 鼓勵大家做二五仔 鼓勵大家告文 這種文化一旦開始的話 中國和當年1949、1950年的中國大陸 有什麼分別呢 還有《國安法》第55條 五十幾個人分分鐘挑選一些人去送中 送哪些人送中 不送哪些人送中 是在於什麼 是在於國安機關認定這些東西 是不是叫做重大 是不是複雜 那這些問題 人大常委會有最終解釋權 甚至都告訴你 律政司說 《國安法》沒有無罪推定原則 真是沒有好笑 中國刑事訴訟法 都有刑事訴訟法的無罪推定原則 寫了下來 那你香港的Common Law和Statial 都有講到這一點 那很簡單 你說《國安法》沒有無罪推定原則 《國安法》外國法嗎 《國安法》不是中國法律 也不是香港法律 律政司 你腦筋 腦筋是否交的 你騙人 你都騙下人 你說有中國式的 中國特色的無罪推定原則 你都騙下人 當然沒有 但一般是說 你這樣都不騙 你說 我們這些是沒有無罪推定原則 這樣都騙不出口 然後你這麼瘋狂捉這麼多人 心很痛 有多少人 可能是被沒收護照 有多少人 可能這輩子 都未必 可以離開到香港 有很多人 他們可能銀行傳風被人凍結 《國安法》 《上方保劍一落》 《手起刀落》 這個暴政還會使用到什麼時候呢 所以各位 錯不在我方 錯存在中方 這個暴政使得這麼多人 家破人亡 妻離自殺 使得這麼多人 不能夠在家裡團圓 使得這麼多人分隔兩地 使得這麼多人 會現象氣 可以這麼說 是相當可怕的一件事 今次今日 面對現在這個暴政 可以做的是什麼呢 在香港的 自己想想自己的前途在哪裡 Where 還有更重要的是 If in Hong Kong 如果你在香港 就做到低調 好像現在西伯利亞的冰原一樣 你不可以站在動土之上 你要躲在動土之下 躲得越心越好 而共產黨是一層一層的動土去刮 想刮這個人出來 你就要藏於九淵之下 這個才有可能 有機會翻身 藏於九淵之下 而有九淵的共鳴 這個就是你的回聲 這些回聲 全世界會看到 聽到的 另外 在香港以外的人 可以做到的那麼多 做些什麼 我不說了 OK 做些什麼 你自己去想像一下 如何去支援 嚴重這種聲火 如何去深耕 細狀 如何去擴充政治的輪述 如何去編織自己的安全網 這四個方面 自己想一想 如何去做 我希望大家平安 因為 香港的形勢真的不好 我不希望有些人再告訴大家 或者說 沒事的 頂住 撐住 這些打氣的說話 聽完就算 但如果你當真的話 這個不是交 交到某個位 是害人 使人們喪失了 一個 審思明變之後 作出不同缺責機會 我希望那些人不要再去做這件事 輸就是輸 衰就是衰 惡就是惡 苦就是苦 毒就是毒 毒就是有毒的毒 希望大家明白這個道理